如果是人间已经成空 地域成空 所有众生已经往生极乐死 那是何等的世界 你现在问的就是说 层住坏空 如果有一天这个地球没了 这个空了 对不对啊 结束了 那么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我可以告诉你 在阴间的还在阴间 在天上的还在天上 只不过在这个地球上 因为他这个地球彻底坏了 他就不能再住人了 那么就开始另外一个星球的存在 你听得懂了吗 如果是所有人已经往生极乐死以后 那是 你说可能吗 问题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很幼稚 你说会所有的人都往生极乐吗 明白了吗 就是说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还有很多人会投胎 那投到哪里呢 还有很多人会走掉 走到哪里呢 那就下一次走到另外一个星球 明白了吗 哦 佛陀在2500年前就说 有3000大千世界 3000大千世界是佛陀看见的 这个宇宙当中有3000个星球 明白了吗 有3000个星球 也就是里面包括有星球 星球里面包括有地球 还有还有我们说的是太阳系银河系 这些有的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可以住人的地方了 它的温度只有21度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明白明白 也就是说它是空的星球也好 没有实在的星球也好 它以后会成为另外一个地球 它永远就是这么六道在轮回着 你明白了吗 嗯 明白 也就是说 不知道哪一天 哪一天人类已经全部已经觉醒 没有的 不会觉得 人类不会觉得 它这个六道 它一直会存在的 只不过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一个家可以没有 但是人永远在的 你这个家不能住了 你搬了一个家 到另外一个家去住了 听得懂吗 也就是说 人类到了一定的时候 如果这个家不能再住了 已经破了烂了 空了 那么可以搬到另外一个家去住 这就是为什么 英国的大天文学家霍金 他现在在研究天文上 有哪个星球可以居住人类 他说可以到那个星球去居住 如果这个星球跟我们一样 有空气 有水 或者一个 实习一个混沌初期 重新去开发的话 那你想想看 不就是另外一个星球的存在吗 啊 对 明白了吗 对 但那是 没有办法把所有人都度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是肯定的啦 没有办法的啦 哦 这样子 这样子 你以为这么容易啊 我举个简单例子 所有的人都有贪心 你可以没有贪心 他们有没有啊 对不对啊 有本事呢 你不要生气呢 有本事呢 你不要发脾气 有本事你不要骂人 不要打人 有本事你不要贪人间的一切呢 你上去了 你现在问问很多人他能不能上去啊 他肯定跟你跟你说的 不行啊 我气啊 我难过啊 我想不通啊 我要名啊 我要利啊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过这六道轮回的日子 对 每天都是白天起来晚上睡觉 每天工作回来又是做同样的东西 车子买了没有几年又坏掉又再买新的 一直在六道轮回 对啊 每天都六道轮回 这就人间轮回啊 你人生如果不轮回的话嘛 你就是成功了呀 啊 是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这个学生一直毕业不了的话 你不就是一直在轮回吗 在高中初中小学轮回吗 你一直在留级吗 留级不在轮回吗 你哪一天毕业了 你不就是已经超脱了吗 不要读书了吗 以后永远不要读书了吗 对不对啊 是 道理不一样吗 师父 所以我们我们在活在这人间 我们最重要的是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处理心 对吧 对对对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有处理心 我们不管什么 我们都不要把心放在每件事情上 因为我们知道它只不过是假象而已 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成就他们修心学佛 可是我们自己的心没有放进去 所以随着他们的心情改变环境影响 而影响我们本身自己修心的念头啊 对啊 就是会让我们迷失 对啊对啊 这是对的 所以你现在理论上学台长的心灵法门书看了不少 你现在理论上是懂很多 但是还是要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啊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去到跟人家弘法的时候 虽然我们是在度众生 可是我们自己也会在学着放下 学着放下自我 我们会点清我们的傲慢心 我们也是在跟别人悉心学习啊 对啊 就是度众人哦 对啊 你在帮助别人不就在帮助自己吗 对对哦对哦 所以我觉得出去外面红新阳心灵法门 度重的时候 那是很好修行的方法 对对 不只可以修到自己 还可以帮到很多人 对对对 对对 Jun It's 音乐 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